原警嚴格交款 越前方正在舉行的是 專業的自由車賽 車速之快不容任何意外 我的這一條叫做高鐵大道 這是通往 原林通往 那個高鐵站的主要道理 資深裁判蘇青山 經歷大大小小國內外賽事 還原在台灣舉辦自由車賽 關鍵考量使盡可能不影響交通 比方說我們前年是封閉了台一線 宣傳的效果很高 但是相對的對民眾的影響就比較大 所以我們今年特地把道路申請 到高鐵大道這邊來 往郊區一些 寧願少些 但多少影響賽事熱度 如果拿國際賽來看就很有感 以2022環法賽為例 沿途有大批民眾夾到歡迎 賽程雖然每年不一 但整體來看會環繞法國一圈 比賽結束前也會經過艾菲爾茄塔 環藝賽終點也是鬧區 在米蘭大教堂廣場 據日本盃賽事路線是與都宮主要幹道 有人潮就有前潮 願意贊助的企業也會更多 像現在的直籃跟直棒 已經發展很多年了 那自由車運動在日本歐美都是職業化的 我們是比較像職業的車隊 所以我們也帶到日本去參加這個 等於競爭強度更高的比賽 台灣知名GPS自行車馬表品牌 成立國內第一個職業自行車隊 車手每個月有固定薪水 出國比賽也全額支持 給了無後顧之憂的大舞台 看準的就是車手站上世界 也連帶拉抬品牌知名度 尤其MIT自行車零組件 在世界以示品質保證 自行車產值不斷成長 2018年高達512億台幣 隔年飆掉650億 即使碰上疫情 在去年依舊創下歷史之最 相關零件成長也很驚人 其中中章兩地就涵蓋近八成的廠商 形成全球唯一自行車產業聚落 台灣有產業令優勢 還有得天獨厚的各種地形 車手實力也獲國際肯定 包括馮俊凱和都知豪 都接連站上世界頂尖舞台 下一步如何培育更多新興 增加國內競技車賽 給車手舞台是當務之急 巴拉新聞馬上將來一張話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哦